好了 同学们 老师问问大家 咱们一起回顾一下 刚才咱们说在环形跑道上的追击问题 你追上一次就相当于比它多跑一圈 对吧 这个多跑的是不是也就相当于我们的路程差 好了 让我们来看一看另一题的第三题 说土豆跟香蕉在操场上比赛跑步 土豆每分钟跑60米 香蕉每分钟跑100米 谁追谁啊 肯定是快的追慢的 是不是 一定是香蕉去追土豆 一圈跑道长400米 它俩同时从起点出发 那么香蕉第四次超过土豆需要多少分钟 第四次超过土豆是不是也就相当于第四次追上土豆 好 咱们先不讨论第四次 我先讨论第一次 第一次追上土豆的话 那相当于它的路程差是 嗯 就是一圈 你不用说具体的数字 就是一圈 这是第一次追上 问题问的是第四次超过 那第四次超过就相当于路程差是四圈 是不是也就相当于多少的四圈 对吧 好 有了第四次的了 那么咱们再回回头来想 再想下一个事情 两个人的速度也有了 一个是100 一个是60 有了两个速度 这两个速度的速度差是不是就有了 我不问你第四次 我就问你第一次吧 多长时间第一次追上 多跑一圈 这个是不是就路程差 有路程差 有速度差 多长时间追上 你不知道吗 第一次追上多长时间 应该是 四百除以这个 四十 一百减六十 是不是也就十分钟 第一次追上需要十分钟 那后面就简单多了 你只要明白这个事情 后面就简单多了 追一次需要多跑四圈 追四次要多跑四圈 追一次需要十分钟 那追四次呢 是不是就四十分钟 当然是不是出来了 你别说追四次 你就是追上 十次 那花多长时间 是不是就十个十分钟啊 对吧 当然了 前提条件得是 这两个人体力特别好 速度一直没变过 你不能说跑到第五次的时候 有一个人跑了不上 不跑了 你这个是不是就不能算了 好了 不是这事了 记住我们说的这个事情 事实上这个事情咱们用到的 是不是之前咱们学的这个方法 倍比思想 成倍数关系的时候 路程越长 你用的时间 是不是也就越长 好了 不说这些了 咱们例题第三题呢 也就讲到这了 又到了咱们小小炸鸡鸡鸡的时间了 我知道很多同学特别爱这个题目 是吧 好了 那么今天的小小炸鸡呢 是出了这么一道题 说是两个人比赛赛马 但是呢 不是比谁快 而是比谁的马更慢一些 这个一旦比慢 这个赛场上就会出现什么情况 两个人加入两匹马 半天是不走一步啊 哎呀那你这可得急坏了我们的财汉和观众 那么接下来老师叫问问你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这个比赛 尽快的结束 但是又不能违背咱们比这个谁的马更慢 这个原则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哼哼哼哼哼 想到了吗 有一部分同学想到了啊 卡卡打别人的马 说 你打别人的马 一般人两人掐架怎么办 其实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啊 四个字 交换马体 你一旦交换了 完了马体之后 你让别人的马 啪啪啪 你让别人的马跑得快 你的马是不是就是那个跑得慢的 对不对啊 那这样的话 对方是不是也会采取同等的这种策略 卡卡打你的马 这样就看 你骑的马越快 那说明你自己的马是不是越慢 听明白了吗 这个思想是不是就是一个逆向思维的思想 好了不说这些了 咱们的小小单独机 今天的就算是说到这了